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们要玩的游戏 与其说它是个游戏 更说它是个社交工具 名字叫做恋爱习奇 相信这个美少女 这个恋爱经验肯定是很丰富的 是吗 所以我们这次要看看大家的恋爱观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首先会拿到一支黑笔 以及一个题板 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题卡一共有四种类型 分别是价值观 统计 日常 相遇 分别 以及个人 我们有一位玩家抽一张题卡 然后大声朗读上面的问题 然后所有人 包括读的人也开始答题 要注意啊 我们答的必须是数字 然后答完之后 3 2 1揭晓答案 我们看看大家答案是怎么样子 如果说 比如说我们四个人 有两个人答案是一样的 那我们答案就是有三种 那么我们就会取中间值为正确答案 如果说我们四个人都不一样 那说明有四种答案 那是偶数个答案 那我们就要取中间偏大的那个答案为正确答案 这个是有正确答案的 正确的人呢 会获得50分的加分 然后最大和最小的人各会扣10分 还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两个人 反案完全一样 那么这两个人呢 就会用红笔在自己的题卡上画上一个爱心 说明你们两个人心灵相通 那获得爱心最多的人有什么奖励吗 获得爱心的最多的人就会受到丘比特的青睐 游戏结束之后 爱心最多的两个人 说明你们之间可能会有话权反应 会有爱情的摩擦 所以说大家要争取和豆豆子多获得爱心 不要我们之间爱心很多 好吧 所以说等于是说 我也十个爱心 你也十个爱心 那就是我和你之间有爱心的火 从这个桌游里面来说 应该是这样的结论 好了 那么游戏很简单 我们每个类型出两个题 我们就游戏结束了 一共八轮 那么我们就开始游戏吧 好 那我先开始出题 随便抽一张 我来看看 对于白领女性来说 对象条件外貌会占百分之多少 白领 那就像豆豆子 这怎么定义这个白领女性呢 祝你自己理解上 好 我们揭晓答案 来看一看 小曲是百分之一百 我是百分之三十 豆子百分之五十 你是四十九 百分之四十九 你差一点点就能好 豆豆子有爱心了呀 你为什么差一点点 对 你为什么四十九啊 我待会儿解释给你们听嘛 那这样子的话 最大和最小是我和小曲 中间偏大是豆豆子 那你获得五十分 我和小曲各扣十分 豆豆子为什么是百分之五十呀 外貌和内涵各占一半 白领肯定是很理智的 我觉得已经过了这个学生期期啊 成人对于男性的外貌要求应该没有那么高吧 更多的是看这个才华 是不是 你觉得呢 没有 我跟你正好相反 我现在不管她是不是白领女性 首先她是一个女性 外貌要求一定是一百分 学生可能就是对外貌是一百 那长大之后 肯定对这个生活条件 这个金钱方面要求比较高 就金钱方面能占到百分之五十 那还有百分之四十就是外貌 剩下百分之一 可能就有些女的有点 想要一些什么柏拉 柏拉吐司爱情这种就是乱七八糟的 对吧 哎 好可惜啊 好可惜 以后就要写一些诊数 好吧 是 好 下一题 小曲来抽一张 陪女友挑衣服的男性 一般能忍受多少分钟 哎呦 哎 这个太难了 好 我们揭晓男 小曲是一千四百四 这几个小时啊 二十四个小时啊 二十四个小时 我是写一百二十二十 哎 豆豆子也是一百二十分钟 哇 想要一百二十分钟 哎 豆豆子来来来来 跟你画一颗爱心啊 跟你画一颗爱心 哎 来 画一颗爱心 你不能画的好看一点吗 你画你自己画你自己画 你画太丑了 为什么是二十四小时啊 主要取决于这个女生的体力 我觉得她应该二十四小时逛街 应该就撑不住了 我是跟四小妹出去逛 我两个小时我不行了 我是跟我妈出去逛 两个小时我不行了 我觉得豆豆子这种 就是温柔体贴啊 肯定不会让男生陪她太久 所以我觉得一个小时最多了 结果我没想到豆豆子 没有考虑男生 就要考虑自己和妈妈去逛街 好 那么小李和小曲各扣十分 我和豆豆子加五十分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爱心不是指向性的 我就算和小曲获得一个爱心 我的总量还是爱心 就是不会有跟豆豆子相匹配的爱心 好 那我们进行下一个 小李 你来一个日常的问题吧 好 我问你们一个硬核道啊 和恋人进入了倦怠期 被符合自己口味的异性表白 会选择脚踏两条船的概率有百分之多少 这也太复杂了 这个情况 好了 豆豆豆好了啊 三二一 翻题版 百分之二十五 零 雷 我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四十九点五五九十 谁会跟你一样啊 豆豆子就是不想和我们一起有爱心 那你先说说为什么吧 哎呀 四个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很动摇 所以呢 我这个剩下的那四四腰 哎 这是我的良心 我跟你讲 就是百分之零 就是我进入了倦怠期 被符合我自己口味的异性表白 我先和钱牛分手 哦 哦 我就不可能存在脚踏两条船的 哦 真的有道理啊 那我是觉得他这个题目很有诱导向 我觉得他这两个已经暗示的这么明显的就不应该是百分之一百吗 哦 有一定道理啊 我是纯理性分析 就是他有四种选择 都不爱 脚踏两只船 哎 其中一个 哎 其中另一个 四种选择 选择一种 哦 百分之二十五 是不是很公平公正 那么这一题的话就是 豆豆子又加了五十分 然后我和小李各扣十分 对 豆豆子的四十九点五五九十净占 好 那豆豆子你来挑一个日常 OK 来 咪咪咪啊 非常尖酸啊 妻子收入比丈夫高三倍 但依然可以和谐相处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 好 我们揭晓答案啊 我是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十 哦 三十 我跟小曲完全一样 跟你画一颗爱心啊 我就这么跟你说啊 就是像这种愿意和谐相处 继续吃软饭的男的 我认识十个男的里面 他就一个朋友是这样的 不是 你为什么要把妻子工资 高三倍当作是男生 就是吃软饭 他难道不挣钱吗 你这个思路很有问题啊 我们问小曲吧 本来是想法是跟李哥差不多 就是你反正已经是吃软饭了 你高三倍 其实高五倍 高十倍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 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写完一百之后我有点后悔 因为我们想过一种情况 就是妻子的收入也是零 你的收入也是零 你还是你的高三倍 好 那么就是 没有 你还是加五十分 我们三个各扣十分 啊 这样的 是的 我又没有爱心 分数又很低 好 该我了啊 我抽一个相遇分别的题 来看一看啊 人生中第一次表白的成功率 有百分之多少 好了 我们揭晓答案啊 五十 七十 九十九 一百 我靠写五十居然是最低 来 豆子 为什么是差一点呢 人家宣虚一点 我就跟你讲我没输过 好吧 没输过 好的 好的 我就随便写了就输了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个是多少 而且我第一次试骗了 那你第一次表白成功了吗 我没表白 是女生向我表白的第一次 但是啊 我那时候就说 小李和小曲 各扣十分 又扣十分 我们这个真的不得太本啊 我的天哪 但是每集都是这局的啊 我有一些 天哪 我有一些膨胀 人行厅还是百科 好 小曲 来抽一下你的题 如果刚开始交往时 男性的忠诚度有100 那么交往一年后的忠诚度是多少 开始翻题版 看一看啊 14.4 99 66 100 我还是想就是 都一年了嘛 然后好像已经快要进入倦代期了 一年就是倦代期了 不是三个月 不是三个月之后 不是七年之痒吗 七年之痒 所以七分之一应该是14.4 哦 这么理性 那你是100减14.4呀 没有认真神奇 写错了 要不然这是应该我得分 哈哈哈 你这么在意这分数吗 六嘛 66大顺嘛 什么东西 你在干嘛猜数字嘛 去个吉利一点的 就是希望我们日后的感情生活 能够66大顺 那那小李呢 汽车第一年都是免捡的 你知道吧 折就没有那么快折就的 对吧 起码隔三年 三年开始折就 一年折25 只要到第七年正好全没有 哈哈哈 那么这一轮是我的50分 你们两个各扣我数分 右扣 我们来中间结算一下我们的分数 我是70 你是200 不对 250 我-50 小李和小曲非常心灵相通 那我们就继续吧 好 最后两题了 这个是个人 上面有个叉叉 叉叉可以写你 我们都熟知人 也可以写在场的人 哦 这个就有意思了 有意思了 我看了这叉叉都是那种比较隐私的问题 就问你们是真的毫无乐趣可言 那一定要和豆豆子 哎呀 问题来了 豆豆子的房间里 异性不能看到的东西会有几件 哈哈哈 他自己都不知道了 这个你答出来 是真的和豆豆子性命相通了啊 嗯 我去过他房间 啊 这只是我没有过一件 我已经换了房间了 我搬家了 你搬家了 像姨妈金这个 我能看到吗 那 哎呀 那我说的不就是暴露了一些东西吗 销数而已 我挑的问题好哟 好 好了 揭晓答案 豆子30件 30件 1件 我8件 21件 30件 要这么多 哈哈哈 他很复杂的 哦 所以你看没有 其实我是正确答案 你知道吗 哦 他不是那些 你是那些 然后他和小李都要扣直奔 对对 不是我想问小李 你觉得这一件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一件是什么 但我觉得像豆豆子这么 就是可爱 这么老实的一个女孩 她应该不会有什么 不能让异性看到东西 但是肯定会有那么一件 就从小一直藏到现在 从来都被人发现过 哦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我是觉得 这小女孩应该是有自己秘密 但不会太多 没想到有30件 我的定计很 可能和大家不一样 豆豆子和小李 各扣10分 我终于不是200分 小许加50分 哎 我现在0分了啊 好了那最后一题 我们豆豆子来抽啊 不是 不是问豆豆子的问题吗 自己问自己不合适 我来问 好好好 你来问 你来 好好好 小李抽得挺好的 最后天赋几个 不行 这张机不行 这张机不配 还在换牌呢 不行不行 给自己下节目之后 留一点余地啊 啊 问题来了啊 豆豆子向右边的人表白的话 成功的概率是百分之多少呢 你要知道啊 在镜头里面 他的右边是我呀 哦 那也是个好问题 还是小李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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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们 不是你们是搞得好像我一点几乎都没有了呀 哈哈哈 好 在揭晓答案之前啊 咱们做个B啊 这一轮呢 不以中间为答案啊 以豆豆子跟他一样为答案 好吧 那你个你是多少 100啊 100 我我是零 哈哈哈 零点五 哈哈哈 你是多少 零 不客观啊 啊 真的 真的 不客观 当然应该在小李身上 是不是 是啊 就你已经向他表白了 对 他会接受的概率是多少 零啊 一百 小李评词 对我态度可恰了 你们不知道 你要拍试试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哇 这个游戏真好 但是我却和豆豆子 多了一颗爱心 哎呀 哎呀 你不要跟我话 我要自己会 那我们两岸再获得五十分 好吧 不好意思啊 下点 下 好 我们揭晓一下最后的分数 这个小曲负十分 我一百二十分 这个豆豆子 二百九 二百九十分 小李负七十 同时呢 我有三颗爱情 豆子两颗 小曲一颗 雷一颗 说明呢 我在 我是在受这个 丘米特最青睐的人 我可能和 会和大家 我没有可能啊 你和豆豆子 有百分之六十六的概率 和小曲百分之三十三的概率 为什么呀 好了 这个游戏玩好了 大家对它来一个评价 以及打分吧 从小李开始 不是零分 这也能叫桌游 这也配叫桌游 这个游戏就不客观 不行 零分 我这个人呢 一直都是很客观的 对于这种 我自己能拿高分的游戏呢 我就打个九十九分吧 九十九分 我最高也就十分 那我只能打个九点九分了 自说我说十分吧 那我给你打个八分吧 我觉得游戏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 不要加入什么猪银规则 这个本来就是个欢乐的游戏 大家就玩得开心就好了 我是觉得啊 两极分化 这个游戏要是没有豆豆子 就零分 有豆豆子就十分 就有女生 而且要漂亮的女生 不是 是一定要豆豆子 别的女生来 他也是零分 那么这么好玩游戏 有豆豆子参加 就可以有十分的游戏 在哪里买的豆豆呢 哎呀 问得很好 我们小狮子猪油谱 刚好就有卖这个恋爱习题 只要你买这个恋爱习题 再加上找到豆豆子 跟你一起玩 这个游戏就会变得 非常非常的好玩 怎么样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在哪里买呢 找豆豆子 好的好的 这里想获得恋爱习题的朋友呢 可以去 其实APP下面 我的回复下面 再进行回复 下周五官方会进行一个抽奖 并且我会在 我的B动弹也进行一个抽奖 一定要去留言哦 好 本次我们要介绍的桌游呢 叫做满街导弹 这是一个找东西的桌游 目标是得分 怎么得分呢 那就是找东西 我们会拿到这个词卡 先翻一张词卡 比如说柔软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整个屋子里面 找柔软的东西 放在桌上 谁先找到 谁就会得分 柔软 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非常简单 但是为什么不能拍呢 因为这个游戏 可能要动用我们 这个移动的机会 很难拍 我以为是找柔软的东西 柔软就 柔软定机会就够了 柔软定机会就够了 你要说什么 不知道 这个游戏非常欢乐 适合2到6个人玩 30分钟 是个大家在聚会 在家里 办哄啪的时候 在这个屋子里找东西 很有意思 感觉这不是一个猪游了 就是一个聚会时的活动 那这么好玩的游戏 在哪里才能买得到呢 这么好玩 我们可以去找柔软的游戏 在我们小时候的桌游铺 也可以买到 豆子想不想玩这个游戏 好想玩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朋友 不要忘记加桌游群 以及感谢 及时周围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